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澳洲注册移民顾问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408这种签证类别 这是一款工作类别的签证 它可以批准的时间从6个月到4年不等 最多可拿到4年 当然这款签证跟其他的雇主担保签证 比如说482的签证还有186签证 它的最大不同是408这款签证 它没有可能实现直接转PR的这个途径 它是一个短期的工作签证 当然如果是你申请一个482的工作签证 那么工作本身职业是在短期清单上面 那么你实际上也没有从有没有PR的那个途径 那如果说408签证跟482那边签证 就是雇主担保那边的签证 最大的不同就是雇主担保内的签证 它需要三个程序来完成 而408的签证只需要递交一个签证 那么482的签证我举个例子 它需要你有一个担保资格sponsorship 对吧 第二个是你要Normation 第三个stage是要Visa Application 但408本身只有一个签证条款 那么在408这个签证条 最有意思的是它下面有非常多分类分类别 如果你符合其中任何一类别 都可以申请这款签证 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你有一个澳洲的所谓的雇主 或者担保人卡给你填一个表格 然后写一份信 所以它这个程序上面是比482的签证 要简单很容易多 我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几款签证 第一个一个类别是sport trainee 就是你来澳洲受训 这个受训就是运动类别的受训 游泳啊 tennis啊 或者说踢橄榄球 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你是过来play 你过来参与也是一种工作 比如说你过来参赛 或者说参加一个季度的play 第三个的话是宗教的宗教的人士过来宣教 或者怎么样子也是要 因为要在教会里面来工作 所以的话第三种也是适合4048 第四种是domestic worker 那么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个劳务者 那么这款签证呢 这个下面跟其他并不是一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 因为他一个条件的是什么呢 他必须要跟他的主人一起来到澳洲 那这个假设的条件就是 他之前一直给他的主人有工作 ok然后这个主人呢 还是比如说公司一个主要的人员啊 CEO这样子就是家里有仆人啊 给他工作 那么这一款签证的话呢 这个仆人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家里的主人 就是他的sponsor了哈 而且他要写一个他自己reference 比如说一个一个担保信 如果你是一个crew的话 crew member 比如说在这里是啊啊 呃传传线的这个crew member也可以过来 就是工作啊 工作的这个情况 或者staff exchange 这一般来说呢 是在一些大学里面 比如说教师啊交流啊 这种啊 那么这种呢 就是就是通过这款签证来来担保 申请的 不是通过旅游签证 因为staff exchange 就是说一个一个大学的老师到这里来 他实际上要工作要做调研的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youth exchange 实际上也是指就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 呃两个国家的这个机构 一般来说也是有大学来安排的 两个两个机构的这个年轻人 或者说中学啊小学都是可以的来 一般来说都是小学或者中学towards那个college那个年级 那么他们可以做一个exchange的这个program 那实际上这个exchange的时候呢 所做的事情也是大学或者学校本身呢 他是成为你的担保人 另外一个就是language assistant language assistant是指说你过来 是一个一般来说是一个成年人 然后你过来的话 并不是去学习一个英语课程 啊最后会拿到学历的这种 而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集训 那么一般来说也是有这个要求的就是说 呃是你所在的这个机构 让你去一个一个学校里参加这个language language的这个课程 那他只是一个短时间的集训 那因为参加language课程呢 他一般来说会提供住宿啊 提供这个一般的这个生活的cost 他没有工资有的时候是没有工资的 那还有一种的是有的人呢 他是过来参加other events 比如说他有个什么event呢 他就是过来的话呢 他需要协助一些完成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 那比如说培训啊或者怎么样子这个情况 这个是也可以用408这款签证的啊 那最后一款的就是呃南澳政府 担保的这款签证就是SISA 我们实际上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从去年应该是前年开始做了 那申请率到现在为止还是100% 因为我们不会没有成功性的 我们就不接这个单 ok这款签证本身的话 会在2021年的11月份截止 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申请的签证 他的签证到期时间都一定是这个时间 但是因为408本身operation的话是可以申请到4年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时间不够的话呢 是可以申请政府延签 那么延签的最长时间是加起来的话4年时间 如果这款签证的话 大家也知道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观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有过专门借到说这款签证是怎么样申请 什么样的人才会符合 然后你接下来怎么样转一个PR 那么这款签证他最重要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他对于你是否有学历 或者有工作经验这个事情没有要求 原因就是本身这款签证408这款签证 对这类别的这个要求本身就没有 所以他不像雇主担保类别的签证 你需要提供单位证明 你需要提供你的学历408这款在澳洲南澳政府 担保了这款下面 他是不需要证明你是否有学历工作 当然你需要证明说你有能力来经营自己的这个startup 那408这款签证的话呢 我下面视频就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请你在下面留言或者直接给我邮件 我的微信的信息也在下面 好感谢你的收看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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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